董德理事長 他今天所講的題目是 生物共振的醫學 讓我們掌聲鼓勵來美食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生物共振醫學 我是請研究員吳先生 先講機器的原理 各位好 我是賴會長的研究員 我們今天跟大家做的一個 演講的題目是講到 一個德國的生物共振的系統 剛才楊會長提到 就是所謂的物理醫學 中醫其實從一個科學角度來講 其實它就是一個物理醫學 透過針灸的方式 做很多有關精度方面的 一些的治療 那就是透過一個物理的現象 那從我們的西醫的角度來講 對這個方面的了解 可能在物理醫學方面比較少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部分 跟大家做個說明 有關德國工程系統的一個說明 首先各位看到右邊有一個金字塔 各位知道金字塔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很神秘的建築物 這個公司總共有七座金字塔在德國 叫做Railness 這個公司本身它的發明人叫做Paul Schmidt 這個Paul Schmidt在1994年就過世了 那他過世了之後呢 他的公司的一個教授呢 同仁呢就把這個系統發展了非常完整 好 往下一張 好 下一張 這個就是他的發明人叫Paul Schmidt 那這個人在我們辦開拍下講 有點像是外星人 為什麼 他所發展的系統非常特別 等一下我會做說明 好 往下一個 那這個就是他們在德國的這個 這個Solent pyramid的一個建築物 總共有七座 那這個七座裡面呢 包括有它的生產基地 有它的研發基地 有它的示範基地都在這邊 好 下一張 那這邊提到一個觀念就是 他認為所有的物質 都是呈現一個振動的現象 我們都知道現在我們所眼睛 所看到的任何的物質 還有看不到的物質 都是一種vibrating 所以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個振動的世界 所以我們剛剛講 這個宇宙呢就是一個能量團 好 往下一個 那這個系統基本上 它發展出一個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系統 就是說它可以透過一個 各位看到右邊的一台儀器 好 跟左邊的儀器 它可以透過一個晶片 透過一個自動的檢測的系統 把我們身體的經絡 還有我們的漆輪 還有所有我們的環境的負荷 重金屬 這些部分的頻率找出來以後呢 然後呢 儲存在這個晶片上面 然後呢放在右邊的小台的這個儀器上面 可以在家裡使用 做一個家庭式的一個治療 好 下一個 那這邊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建築生物學的概念 因為我們現在呢 活在一個所謂的環境磁場的一個籠罩下 包括現在人造的所有的高平地域 包括我們現在天然的地下水脈 地質斷層 跟地質干擾 以及地球網核線 那這些呢 對我們的身體呢 影響最大的 就是在我們的中枢神經系統 那 我們 都知道啊 我們 人生當中 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睡眠 所以這個系統呢 它是針對我們在睡眠的環境裡面 是不是遭受到電視上的干擾 受到地理壓力的這個負荷 甚至有光線方面的一些的污染 以及空氣品質的不好 所以我們怎麼樣透過這個方式來做一個評估 好 下一個 那各位知道我們睡的床部 還沒擺在插頭 電燈 充電器 音響 跟隱藏性 這些部分其實對我們的身體 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負荷 只是我們不明白而已 所以呢 我們常常知道說 我們身體如果說覺得睡眠不好 我們去看醫生 醫生會告訴你說 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礙的品質的問題 你是不是睡不著 你是不是有失眠 但是呢 回到家裡後 你住的環境如果沒有改變 你就算吃了最多的藥 你做最多的靜心 運動都沒有效果 所以這個系統可以去分析 我們交流電廠來源所造成的污染是什麼 下一個 那其實真正的電視部的干擾 高頻的部分 它會影響到 我們這個所謂的 細胞中的一個蓋的通道 這個東西呢 會讓我們這個所謂的 所有的毒素呢 穿越了血腦屏障 進入腦部以後呢 影響到我們的中速神經系統 形成一個自由基 所以這個自由基 跟我們的氧化壓力呢 會產生絕對的一個觀點性 下一個 下一張 下一張 那這個系統呢 這個我們在外面有一個展示的攤位呢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有一個系統是 攜帶性的一個能量的一個小精靈的 它可以在二次小年 讓我們的細胞能量提升4% 那修復的時間可以收到20% 這個也是一個 它是裡面是內建的一個所謂的天線的頻率 下一張 那可以讓三口愈合提升20% 下一個 那我們去了解到說 這個所謂的交流電場 對身體能量的影響 就是說我們知道 有哪些頻率值是對身體有些負荷的 這個在德國他們都已經找到 這方面的一些資訊 下一張 那這個交流電場對我們身體的負荷來自於說 很多是細胞組織心臟 鬆脖體跟細胞核的部分 下一張 這個是做我們做的一個實驗 健康的頻率跟有害的頻率 其實對身體的影響是什麼 下一張 也就是剛才楊教文提到的一個物理醫學 這個是我們是用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高頻電磁波對生物的影響 它們去照射這個雞蛋 下一張 連我高頻的頻率 那它對生物所產生的影響 各位看到往下 你會看到說 它經過電磁波的一個所謂的影響之後呢 它長出來的小機能都是畸形的 那對腦部的影響 手機 各位看到 右邊這一圖案 它幾乎都把這邊烤熟了 下一個 另外地下水脈 對我們身體造成的影響 這個很多人都沒有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住的大樓 前面是一個道路 道路底下是埋著非常大的一個 赤萊塞水管 這個赤萊塞水管 每天有水的流動 其實水的流動呢 它會產生一種輻射 四十五條 往上移 它直通到十幾層後高 對身體本身的 這個所謂DMA跟蛋白質都會產生一些的影響 下一個 那地質的斷層 我們如果房子住在地質的斷層上面有干擾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系統把它檢測出來 下一個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系統是可以穩定這個生育 這個生物的長域 將近十六米 所以這個對所有的我們的電神的用品 Wi-Fi 電腦 電視 充電器 立下水的地質斷層 都會產生一個很好的干擾的抵御的能力 我想今天我這部分只是在原理的部分跟大家說明 賴會長他有針對實際的一個臨床案例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往下看一個 賴醫師 請你來 我去年就已經這台機器 那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他差不多將近四十年 他沒犯完醫 他就是從十八歲的時候 就是他在圖書館念書 就是有那個 有一個功能就是從上面把它壓 就是掉下來壓在他的頭上 所以從此以後慢慢的他就 那個手腳就比較僵硬這樣子 然後那個睡覺的時候就是睡 然後要起床的時候 要他先生把它弄起來 然後他連衛生紙都拿不起來 所以我就利用這台機器 所以他病因就是這樣 然後症狀就是 受傷的部位 緊椎胸椎 無法起床 需要家人協助 吃飯會漏嘴 無法走很久 因為那個抬頭很痛 就肌力下降 所以他連那個掃把都沒幫我拿起來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板 就是那個 早上醒來的時候 他手掌全部打開 這樣子僵硬 然後要握的時候 沒辦法握 那我就利用這台機器 因為他有兩個軟體 一個就是BAPS跟RH 所以我就先開事物治療 先用那個 我那個法國英聯的 PDF-AO掃描治療 還有MOLA治療 還有加上 因為我們可以 因為他常常吃不下 所以就點滴注射 他用維他命C B complex 還有維他命B12 還有檢查他的那個尿液裡面 他酸性質 他酸沒幫我排出來 所以我就用那個酸檢平衡器 然後治療將近10個月 然後改善 就用上面的治療 就是DDF-AO的跟MOLA 還有點滴還有酸檢平衡 指症狀改善7成 還沒有完全康復 所以我就引進那個德國RENIX 這個儀器 我用那個7輪 14經過 加上5次的治療 用那個小腦基柱頸部的檔案 輪流治療 整個手掌就 就恢復了 到現在 都 整個症狀都恢復了 好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來一次 做基因題的介紹 好 接下來 下輩 來